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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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名联三大巨头年事已高 和马华一样输不起下一届倒选 昨天公正党顾问安华才表示 来接大选是他最后战役 输了将退下 这番话有人解读为是一种威胁 蔡西利就抨击说 安华最厉害的就是玩弄政治 从不以政绩服人 因此他促及选民 不要听信名联的改变口号 否则国家将落得三个下场 也就是破产变成伊斯兰国和信入动乱 蔡西利还以梅花来形容马华 说梅花越冷越开花 马华在雪州当了四年的反对党 从不放弃 而且会越战越坚强 务力党员要如今天大会的主题一样 蓄势待发勇往直前 众所周知大选即将到来 所以今天除了是马华雪州常年代表大会 也是马华雪州备战大选的造势会 会上多位马华领袖把炮口对准名联 针对多项课题提出批评 可是单靠反击策略是不够的 马华领袖还必须加强和选民的互动 下乡服务 才能够在雪州对个其中一个最大的票仓 争取更多选民支持 以达至在来届大选夺得15国31州的目标 RTM鲁苏燕采访报道 配合国家独立55周年 诚意邀请您和首相一起 在8月31号晚上8点15分开始 为11小时写下您对国家独立的感言 然后输入警字号medica55 以及atnajibraza 一同欢庆这喜悦的日子 欢迎回来 今天早上六点半 一列载满回乡游子的火车 在彭坑州刮拉利碑 不远的地方出轨 造成11名乘客受伤 其中三人骨折 另外的八人蒙受轻伤 当局目前正在调查火车出轨的原因 那么今天不只是火车传来了坏消息 我国道路的安全也敲响了警钟 说的是吉隆坡第二中环公路 有民众投诉 在有关路段35公里处的两座高架天桥 在交通繁忙的时候 会出现摇摆的现象 让使用者感到担忧 不过相关当局暂时还没有对此做出回应 最近有公路使用者去投诉 只出现怪异现象的路段 是在甲洞和安邦红鹤酒店交界处的高架天桥 尤其是在交通繁忙的时候 如果再加上雨天的话 公路使用者更加可以清楚感受到摇晃的感觉 同时也有民众表示 虽然其他的高架桥也能感受到摇晃 不过第二中环路的摇晃情况比较不寻常 不管怎么样 目前负责当局还没有站出来做出解释 社会新闻 佳节期间一家大小除外购物原本是一件开心和温馨的事 然而如果没有好好看管你自己的小孩 却可能会乐极生悲 在槟城的乔治市一年一名年仅一岁半的男孩 昨天晚上就在市中心的一家购物广场内 被扶手电梯加断了三根手指 这场意外也使到这户人家无心迎接明天的开拆节 事发当时 小男孩和他的哥哥是趁着父母忙着在商店里挑选年货时 跑到扶手电梯旁玩耍 不料摔了一跤的小男孩竟然不小心把三根手指 食指 中指和无名指给卡进了扶手电梯里 小男孩的父亲说 当意外发生时 他和太太措手不及吓呆了 庆幸有许多经过的路人机警 立即把电梯按停和招来冰块 敷着小男孩被夹伤的手指 小男孩目前在一家私立医院接受治疗 院方表示 由于小男孩的手指伤势严重 在逼于无奈之下 决定把他的三根手指完全切除 同志牧师欧阳文峰反驳 回国办同性婚宴 势在鼓吹同性恋文化 中国大手猫撕血淡下意 一对可爱的龙凤胎 欢迎新闻休息片刻 回头给您详尽的报道 是的 明天就是开斋节了 每逢假节期间 政府都会促请人们小心驾驶 避免发生车祸 不过这句话似乎已经让人听到麻木了 因为假节期间的车祸率还是有增无减 虽然忠言逆耳 但是有些话说了还是要再说 首相大多士Najib就再三的提醒国人 千万要小心驾驶 安全回家 Najib今天在推特上发表开斋节限辞时 劝告国人 不管是回乡过节 工作再生 执行热物 或放假旅行 都要小心驾驶 安全抵达目的地 此外他也借此祷告 祝大家平安 他提醒人们 如果计划出远门一段时间 那么记得通知警方 让警方加强巡逻 防止匪徒破门行窃 与此同时 马华总会长达德士蔡希利医生 也发表一篇题为 政府努力打造国民幸福 大马人有责任维护和谐环境的贺词 希望人们在安居乐业的时候 不要忘记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 每个人都有责任捍卫国家的和谐和稳定 确保这样的和谐不被破坏 他说 佳节中的清善文化 和一个马来西亚精神相结合 可以为下一代的马来西亚人 带来更多的起地 除了我国穆斯林 纷纷改回家乡和家人团聚之外 拥有全球最多穆斯林人口的邻国 印尼也在昨天开始出现回乡潮 不管是火车 渡轮 飞机 巴士还是摩托 只要可以回到家都有许多人搭乘 根据印尼政府统计和往年相比 今年的回乡潮增加了10% 这和印尼的经济增长有很大的关系 印尼总统苏西洛 星期四给了一个很强的经济预测 估计明年的经济增长可以达到6.8% 比今年经济增长指标的6.5%还要高 尽管欧洲出现载务危机 中国经济放缓 但是对印尼来说 因为拥有庞大的内需市场 所以经济增长依然保持在强劲的势头 虽然如此还是有一些人 因为一票难求或买不起车票 而只能骑着摩托 不顾安全 在这大包小包回乡过节 如果有些人都会订阅什么 如果有些人都会订阅 如果有些人都会订阅 除了面对回乡的交通问题 一些穷人家也因为粮食价格高涨 而必须勒紧要带过节